面对面我是谢仲武 我是谷怀宣 今天是9月22日 今天是亲民党主席宋曲云的 宣布要参选总统所谓的百万连署 开始连署的第一天 那第一天他在哪 他在花莲 花莲 因为对他来说 可能拥抱群众的热情是最多的感觉 OK 那到底连署书长得什么样子 您看过吗 待会我们还就会告诉你说 连署书的样子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如果你看报纸的话 会出现说 亲民党本来印了30万份的连署书 后来为什么那30万份要去作废 那亲民党觉得中选会 不要在里面找查 可是这里面 难道真的会在那一点点小格式当中 会去找亲民党的查吗 对宋楚瑜来说 要冲到100万 有人把他精算过 因为现在所有的连署点 大概只有40来 40多个 有人说44 有人说45 有人说46 OK 那在2000年内仗的时候 宋楚瑜一样是用连署 那时候的连署的点 有上千个 这一次在节目里面 曾经有亲民党的朋友来说 这次连署要有400多个点 但是连署第一天出现了大概 最多刚才数字是46 46 OK 那这样子如果要冲到100万的话 在这45天以内冲得到吗 如果冲不到的话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还有副手林瑞雄 又应该怎么自处呢 主席宋楚瑜在花莲 那副手林瑞雄在哪 大家也在问他在哪 他没有出现吗 他不是应该也找一个地方 要造势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没有人找到林瑞雄在什么地方 他到底在干什么 现场来宾会告诉你 今天连署第一天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副手 林瑞雄到底在干什么 宋楚瑜有展现出来一个失望的霸气吗 对于马英九总统 或者蔡英文两个人来说 看了会胆战心机吗 或是看了以后会觉得说 不过四十几个点 宋楚瑜你到底对我们来说 会有什么威胁呢 所有的局都会影响到 2012的这一战 对于包括金小刀到美国去 未来要不要到日本 或是宋楚瑜要不要出来 大家当初在讲金朴冲跟蔡英文 菜刀大战的时候 有讲说金小刀有没有问乱体制 马总统有挺他 马总统还说话了 他挺到底 而且他就是说 难道说有人要跟我一起选 就说他是来乱的吗 OK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宋楚瑜不是来乱的 因为他说如果一起选 是不是就是来乱的 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民主社会当然平常心来看待 问题是在2012这一战 选出来的对于台湾 整个未来的走向非常的重要 而谁真的能够带领我们 这样子走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呢 来一开始让你看一段 Visia 宋楚瑜向花莲的乡亲报道 联署第一天宋楚瑜宣布 要从花莲出发 起跑拼百万联署 具有台湾特色的茉莉花革命 就是走到千鼠站就可以了 抵达联署点前 宋楚瑜还先去看了 住院中的花莲县长附婚旗 辛苦了 这个动作 宋楚瑜是否受出了众盘清理 联署点花莲只有一个 亲民党公告的联署地点 数一数一共46个 还原本号称了400个 真的差很多 宋楚瑜开始联署了 马英九怕不怕 马宋慧还有望吗 暂时没答案 但夫人牌却提前出手了 周平清到稻齐球场开球 这是在防抖松楚瑜吗 抢攻总统大卫 马蔡宋大出招 精彩独家内幕 都在新闻面对面 为什么今天联署第一天 大家会特别的注目 因为第一天的气势 如果造出来的话 后面感觉上会是一路长红 如果第一天气势不强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联署 而且这个联署 也可能会影响到 有人说 马宋之间会不会产生气宝 那到底会怎么操作呢 来赶快您介绍 今天现场的特别来宾 好我们现在教授 知识媒体人郑佩芬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叫知识媒体人温时期 大家好 这叫知识媒体人温时期 主持人好各位好 这叫政治观察家李建南 大家好 这叫知识媒体人唐湘龙 大家好 这叫台北市议员黄宏威 好啊 好那当然一开始要让大家看 就是很多人一定都没看过联署书 对不对 联署书长这样 跟上次我们给大家看 黄老师联署书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对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正式中学会的联署书 对是正式的这个中学会联署书 那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版本呢 刚刚有特别贴到说 为什么这个清兵党说他们三十万份 要做一些调整呢 其实是有一些这格式上面 没关系那格式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来讨论 那这个是正式的嘛 对不对 好那今天听到有很多 在清兵党的联署点的朋友 有人说拿了几百份回去啦 或什么这些 像你听到这些包括联署点四十几个 然后说要冲到一百万 可能吗 以现在的样子来 当然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因为你只要稍微算就知道了 如果你现在是四十多个联署点的话 那你就算一天24小时 都有人在排队 在帮你在那边排队等着要帮你联署 然后你的志工的动作也都很快 他平均大概要在四分钟之内就要完成一份联署 你要在每个联署点都要保持这个速度 都要在四分钟前 而且是24小时啊 对24小时 24小时 你看陈志冲劳动一天才8小时 那你要一天24小时 三班制 然后都要保持这样子 我讲说连半夜都保持四分钟以降 你才有可能在45天 那完成所谓的一百万份的联署 所以如果以目前的联署点跟热度来看 是不可能的 但是联署点一开始射的少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为了气势上面的考虑 如果一开始我骗射联署点 每个联署点都小猫两三只 那个很快就破功 这跟你要一些地方你要营造深深室 看起来就万头砖洞的样子 你场地就不能打 你今天要去制造场面的时候 如果你场地很大 你3000人摆在1万人场地里面 当然就很小 但是如果3000人塞在2000人场地里面 那就不得了 那就是热道不得了 所以你事前联署点先选择少 选择自己有把握的地方 这是对的 因为这个在视觉上面来讲 已经吸引大家会把人可以聚拢过来嘛 那慢慢的如果说效果不错的时候 再开始把点扩散出去 策略上是对的 OK 那刘老大 这只是一个策略上要营造气势吗 其实香隆刚讲说那个叫策略 你反应个角度来看 就是人总数就这么多了 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对不对 所以人数这么多 所以我故意把点弄得少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本来我上次是33对不对 黄33黄议员来节目现场有说 希望能够设到大概有400多个点 可是第一天出来46 会不会感觉上少了点 我们一直对这个战友信心的就是 国民党的这个 或者他们这个支持者 他的这个推算 永远是没有搞清楚我们的状况 OK 我们是46个站400多个点 什么叫46个站400多个点 点在哪里 国民党在开始拔装的时候 我们就有研究过这个战术 OK 国民党在拔装的时候 当时我就把这个战术代名叫做铺槽战术 拔装 这次已经就是什么 这个日本第四代行政长官 这个厚登新兵 他当时讲的前面三任总督 把台湾都搞不好 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当初排来很好的官员 很好什么 他们都是一个盆栽 他不是生根的小草 要在台湾抓民心要小草 而不是盆栽 所以呢 我们2000年 我们现在不能跟那个时候比 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大壮大盆栽 你说袁清彪了 你说张荣卫了 你说谁是谁 这些我们今年不可能 所以我们早就叫一个就是 我们就是葡萄战术 我们就是在一些地方 就是一些小草 所以这些点是到家户去的 还有我们也研究到 就是在我们一定会有那个 一个家庭里面 老公说要保马 老婆说要挺送 或者说父母说要保马 要稳住 儿子说要换 要送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到就避免了 所以我们就采用到 所以我当时就曾经讲过 我说你不要说陆军空军 我们有散兵空降 有摊头堡 所以当初有利到这个点 所以这个点在这个 所以我这样目前 那么这个点是你都没有人发现 而且你不容易把我拔掉 你不容易知道 所以当初为什么传出400多个 为什么46个 这46个是战 这400多个是点 400多个点呢 它是像那个妇女找人标慧那种方式 你要有些人觉得妇女是帮人标慧 他不给 他怕老公知道 怕谁知道 他就一点一点 所以在过去的那种已经有这个 所以在这个在动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一个战术 叫铺草战术 OK 那我们还有一个哲学 叫蚯蚓哲学 什么叫蚯蚓 就是这一次日本首相 这个日本首相野田家宴 他曾经讲过说我不是金鱼 我身上带着土味 所以我是蚯蚓 他本来日本的看好度是5% 一下涨到63% OK 就是他说蚯蚓品味 所以在这个蚯蚓品味的话呢 就整个会在砖各地的 你们都是走地下就对 所以整个在砖各地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所以是在这个战术上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在看 那么极光是46点 我跟你讲 有人早上6点就已经在 后来还有人打电话去 去叫人来开门 那上网 昨天就已经有人要再下载 那么今天也有人就说 你上了一页的网 在弄这个或者说的上载 就已经连了一包 就从黄珊珊服务处去 交给他 那这个呢 都不是你再可以见到的 所以呢 所以这个整个估计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 这样子上我们也在那个 我们也在技术上 我们也没有把握 但是我们曾经一直开始 宋先生开始有讲过 创意 创意 所以在这次呢 我们有很多创意的 你刚刚讲的这些 湘总 所以你们是错估形式 你没有看到地下有400多个 我们 你说我跟马英九吗 没有 我哪知道 我纯粹是用算的吧 当然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连赎者 你当然要乐观 你当然要 要去想象 各种足以动员 就是说支持者热情的方式 我只能够从你的部署的方式 去推断你背后的动机 这个是我能够做的部分 当然我也晓得就是说 宋或者说是清明导 他们也透过一些 非传统的连赎方式 比如说是透过一些机构 企业去进行 就是他 他就是请这些 能够帮忙的一些企业老板 就是说你不太可能公开停我 那没关系 那你帮我在你的企业里面做连赎 就这种的方式 当然也可以满足某一些 就是说在这个连赎书上面的需要 基本上你要过25万8 我觉得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我刚刚算的只是说 你从尝试去推断 你即使在最极限的可能 你一分四分钟就是一份的情况下面 24小时运作 你都不可能达到百万分 那还是说你愤愤成功 你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数字 所以如果我们纯粹 从百万连数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为林瑞雄讲了一句话 林瑞雄说如果没有百万连数 他不选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送接下去 要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说他可能连数过了25万% 可是最后他没有办法选 因为他的副手跑了 这个可能性是不排除的 就到时候发现他要找副手 副手真的不小心 这个我想最让你放心 因为第一个林教授他当时讲之后 他本来讲说 我如果对百万连数没有信心 我怎么会下来选 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第一次上媒体 他讲话是有那个 但是他也说百万 当然我自己 因为我干党书记 因为我现在的做法 我是不太... 因为我党书记的经验 那是很难达的一个任务 当然 但是有时候百万 它是一个指标意义 它是个重要的是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在重要就是说 跟国民讲重要 我们现在在重要就是说 媒体看这个上面 那我现在在各地跑就说 我是在... 我们是在观察 我们的蚯蚓作战 我们的铺槽战术 现在是情况怎么样 OK 好 那当然其实你说 说联署的份数 我觉得越到后面的时候 总份数多少 它某种程度 我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到 民调的支持度高低 或是说 有人讲说那个气宝效应 会不会产生一些 这个大概都会产生一些 微妙的影响 可是今天如果单纯 从报纸从各方面 红卉 报纸也有广告 对不对 请不吝点 百万联署在报纸上 在各方面 全部铺天盖地也下去了 再加上李老大刚特别讲的 有没有那个蚯蚓战术 就是你不要只看那四六个点 有一些加户 你走到人家门前 然后去 然后就会有人把门打开 然后就说我这也是一个连署点 如果这样子的话 对宋曲来说 是不是表示说 他知道台面上 拔装的或什么压力太大 可是这种程度之下 反而会激起挺送的人 搞不好会跑出来 只可惜周秋姐已经过了 否则的话那个 越来越可以把连署书送出去 那今天我们看到大概各大报 全部都有全版的广告 那其实我觉得这次 宋先生应该已经省了很多广告费 因为我觉得电视上 各台其实都热烈讨论 有关联署的事情 其实这个广告费可以省很多 其实我也觉得 如果说单纯看他的点 是不是一定跟他的联署分数 成正比 我觉得未必 Universe 界梁 有关联网 特别有关联网 彭 日子 大家 一定 人 loser � 刚 咱 argues spilled 要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